嘉义是一名除草工人 他到医院来除草 结果竟然是看到了满地钞票 原先还以为是玩具钞 但是呢 捡起来仔细一看 这真的是白花花的现金 而且就这样子 沿路散落 一共算一算 有四万六千元 比他两个月的薪水都还要多 不过呢 他完全是没有起了贪面 他实惊不昧 赶快报警处理 警方也因此寻现通知失足领会 廖先生一边捡钞票 口中还不断的念着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师祖还真的是很初心 捡完钞票后赶紧打电话报警 回派出所吗 我这里抓到很多钱 要拿贵在那里吗 好 原来廖先生是除草工人 十一号上午到医院除草 发现草坪上散落满地的钞票 本来以为是玩具抄 结果仔细一看 竟然真的是白花花的现金 一共四万六千元 因为自己以前也一直过皮夹 也一直过不少钱 但是我了解这种 丢掉这些鞋子的心情 他们紧张很紧 所以那个捡到 应该是要回还给他 这证明原一公也不贪心 就一级的向警方报案 廖先生捡到的钱 比他两个月辛苦工作的薪水还多 不过他完全没有贪恋 还主动报警 警方寻现通知施主来临去 廖先生使经不媚的精神 也让警方很钦佩 珍秀和共同学方 下一报道